1 1 1 這個1 其實我不喜歡寫 我覺得1字也算是難寫 我們自己在寫字的時候 應該不是每個人對某一個字都 認知都一樣 但有些字就會讓我覺得 有點難寫 寫起來就不是很舒服 有點討厭 1算不好寫 因為它缺一隻腳 所以它不容易平衡 要平衡就要靠這邊來平衡 有些字就是怎麼寫的難寫 那這些大書瓦家當然沒有差 他還是寫得很漂亮 這就是我們靈鐵的原因 學習大書瓦家 與眾不同 獨一無二的視覺美感 那你自己在寫 那你哪有那個美感 如果你這麼厲害 天中英才 那應當別論 那通常都是 斷搞一通 人哪是靠學習 靠模仿 而成長的 從鴨鴨學語 就開始模仿了 人家講一句 你講一句 所以疊字詞最多 爸爸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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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好的 近朱者赤,近末者黑 你在菜市場跟他妖惑妖惑妖惑酒 你說你要做出一個 比較好的藝術也很難 因為你在市場看到就是那種比較 民間的東西 那你說你要把它做高雅那就不容易了 高雅就不容易 所以有時候要轉換位置 所以夢母三千 夢母三千確實是聰明的 有時候你不能改變別人 你能改變環境 那現在不用簽了 現在網絡那麼發達 缺什麼 只要你不想偷懶 網絡上幾乎什麼都可以教你 沒有一樣網絡上找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善用這個資源 你就可以比別人很優秀 不是只有用我的東西啊 我不是說在稱讚我自己 我做了這麼多 而是幾乎所有東西都是在網絡 那我自己也是常常上網去找資料啊 什麼東西不會上網問一下 總是會有人知道 所以在這個時代基本上 機密已經越來越少了 有不會的就上網 大部都可以查到資料 但是有資料跟你會是兩回事啊 書法就問題在這裡 書法是屬於技能性 知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技能占百分之八十九十 知識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或二十 所以你懂了書法的知識 跟你會寫書法是兩回事啊 因為它有牽涉到技能 跟你會看懂游泳的書 跟你會游泳是兩回事 跟你看了很多運動 看了老半天你也不會 拋起來也不會變快 因為那是肌肉的問題 要控制肌肉 寫字也是控制肌肉 哪裡的肌肉呢 有時候是手指有的是手背 看你寫大小 那到底是懸軟好還是不懸軟好 我都沒有意見 我只是說能夠適當的訓練 不管懸軟或不懸軟 都有辦法寫出好字 像我以前念過那種很大很大的那種 博科大字 我可以不用懸軟喔 放在桌上就可以選博科大字 我也覺得還蠻厲害的 當然我也可以懸軟寫 我也可以不懸軟寫 但是作品貼出去以後 你就不知道我是到底有沒有懸軟 一般人都會覺得你懸軟 事實上我沒懸軟你也不知道 那小字我也可以懸軟 你也未必知道 重點都不在意有沒有懸軟 重點不在意你知不知道有沒有懸軟 重點是你看我的字好不好看 這就是事情的本質 但是大多數很多不會寫字人 都會強調知識 因為他不會寫字嘛 所以他認為知識如果不對 字就不好 當然某種程度它是有關聯的 但他把它變成等號那就有問題 知識不好跟寫字不好是兩回事 所以我們才看到一些殘疾的人士 那他可能手腳不方便或是有什麼特別 跟正常人比較不一樣的器官 他只要換了多練習 有時候寫出來比 沒有手來寫的還好看 那就是練習的問題 所以知識面你想像中哪那麼重要 但是有些字體確實要某一種姿勢才寫得出來 我都習慣講他叫筆式 筆的姿勢 筆的姿勢會造成毛筆的角度不同 角度不同就產生不同的筆勢 毛筆摩擦質 然後產生不同的味道 是圓的是方的是瘦的是細的是快的是慢的 是薄的或是重的或直的或是遠轉的都不一定